所以请点筛选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进口日期二 年 麻烦请先设小于2022 因为它才两个月 所以不要去看 再来就是写什么 写这边改成 大于2018 2018 2017对不起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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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s 第二组准备了 你看这张图 这张图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 首先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蓝色就是期间 蓝色知道蓝色是什么 蓝色是期间 对不对 这个是2018年 到2019年 请问一下 它是不是成长 是 它是成长 可以 但是它没有算成长的比例 你会不会拿出计算机来算成长的比例 如果不会 你一定要回家去问 你在读国小的小朋友 他会 听得懂吗 成长率 怎么算 你可以问Google大成 或者是 国小的小朋友 当然要问那个五年级 六年级 有算过 有讲过 除法 它一定要交 比例 可以吗 好 但是 这个蓝色是指2018 总total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 2019年 它其实是成长的 有看到这件事 那接下来请问一下 这一个 这一个 期间 这个期间 是不是 这边是 中国大陆 这边第一个 是不是中国大陆 好 这代表说 这期间 成长最多的国家 可以吗 你可以去看一下 2018 2018到2019的成长 请问一下 这张图最棒的地方 是不是在讲说 成长的 或者是衰退的 主要国家 这边是在讲 那一个年 对不对 这一张图是在讲 这一张图主要是在讲 当那个年 可是这是在讲 两年之间的成长 可以理解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 他这边所列出来 是中国大陆 好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荷兰 有看到 你在这边 你根本就不会看到这件事 你在 主要 主要进口 的 比例 里面 是看不到这件事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边 2019到2020 主要的一个 成长是中国大陆 第二名是南韩 第三名是东邪十国 第四名是先南韩 衰退最多的是 沙烏地亚阿博 可以吗 他是取绝对值 知道吗 就是成长的他去看 衰退的他去看 的最大值 的那个绝对值 的最大值 好 那在2020 到2021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我要讲黄色是什么意思了 好 首先你有没有看到 成长最多的还是中国大陆 第一名称 然后 前五名 没有衰退的 好 第二名是谁 新南向十八国 第三名 日本 第四名 南韩 第五名 东邪 可以吗 那这黄色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 其他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成长 他从最基本的 就是 这好像是三亿吧 变成到 快四亿 的成长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他大概约占了 四成 三成多 就是其他那些国家的一个也在成长 但是 大概所占的比例 你不能忽略 而且他是最多的 可以吗 请问 这个地方的描述有没有学长要挑战一下 就是 这边的描述跟这边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意思 听得懂吗 因为这边其他 只占一点点 而且请问你其他是成长还是衰退 成长还是衰退 这个地方是成长对不对 我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他是成长了 这个地方的黄色是什么 是什么 衰退 如果说你看不懂图 请问你是不是解释就会解释错了 听得懂吗 第二组有没有学长要来挑战一下 你在2020变到2021 这边看到了什么 第二组 发言人 这练习的机会也很大 2020到2020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现在是大陆成长 但是他们占的秩序 秩序 秩序 然后其他国家 成长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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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的依赖多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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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解释的 我太对 应该是 美 叫国家 都成长 其实你 你应该要讲就是这件事 他没有分散 我的意思是说 每个国家都在成长就对了 对不对 听得懂吗 为什么这真的是值不值得 财政部去真的做一天专案 你觉得呢 希望财政部有长官听到 然后找我来合作 真的 因为我现在我看不到 每一日 我就很 不能够去讲那个跟疫情之间的关系 我讲的论点一定都是在讲卫生 听得懂吗 我不会讲那个政治 因为我不是念政治性 我念的是 生物医学资讯 这样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意思 好 来第3组 你看到了什么 请说 那个从2018到2019 2020年 看到了这个 他的产业的 进口的需求是 增加的 那可是在2020到2020 他发现很重要的感觉 就是因为疫情 推施的 等一下不能讲因为疫情 因为我们没有 任何证明 对 反正你就说 你看到了什么 见到的就是 非产业性的结构的需求大部分 然后这个东西 应该不会接触在 产业的 这个需求上 而是 而是这个是 像 各个 就是 其他国家 去有点是大事 所发 一些 物资 物资 或者是 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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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觉得 你应该 如果说像你这样子 人去做 台湾的 领导者 会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是一个 就是 更前面的 一个 事情 因为 你讲产业 我之所以不想要去打断 就是因为说 你要知道 有些主管 他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看到一些 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 他刚刚所讲的事情真的很重要 但是 我期待希望你 你所处的这个单位 能够一起来去成长 才不会什么 就是说大家跟不上这个成长的进步 我重新再讲一下 就是说 他主要是在讲 一件事情 就是 这边的成长 这边的成长 应该是指说可能因为 对 一般的需求 所以成长的幅度很少 很少 但是 这边 这个 成长的幅度大要紧 而且 而且呢 是哪一个国家 现在我们只有看到国家吗 都在大幅的 比例上升 其实刚刚第二组也在讲这件事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成长其实 性质不太一样 他主要 第三组 在讲的就是 这样子 一点点的成长 跟什么 跟 30%的成长 是不一样的 你们觉得 对不对 好 其实你们也听到很多 就是学长们这样子 讲法 你们会不会觉得 其实 你真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你的老板 到底看到这张图 他在想什么 听得懂吗 好了 我们再找一组 也就是 第四组 在讲 你看到了什么 你很适合做那个主管 因为 因为你刚说好现象 你要准备一下那个决策 这样听得懂吗 可是 可是 请你们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这边所看到的现象 看到的现象 是需要 进一步 资料来去验证的 知道吗 好了 这张图要缩小了 我要继续讲 请不吝点赞 我 请不吝点赞